南安同一名男子酒后骑车上路没有戴安全帽遭到远景蓝茶 结果当远景请他吹气要确认是否有喝酒的时候 这名喝蒙的男子竟然直接朝远景的脸颊亲了上去 吓坏了远景 最后酒测值高达1.05 也当场被衣公共危险罪送办 远景巡逻见状前方骑士没戴安全帽赶紧鸣笛上前蓝茶 男子停车乖乖受减但此时远景却闻到浓浓酒味 请他吹气确认没想到下个动作吓坏远景 男子醉醺醺的靠近远景下一秒就朝脸颊亲了上去 远景也吓得后退好几步 南投普里这名流星男子日前没戴安全帽上路遭到蓝茶 因为浑身酒气当场实施酒测 结果一丝哼猛了还以为自己在酒店直接给远景亲了下去 请他吹一口气向他确认说是不是有酒味 就脸靠过去之后他就自然的蓝包亲下去 当时我也吓一大跳也很傻眼 经过酒测酒车值高达1.05 当场依高贡威胁罪逮捕送办 酒后骑车上路不止危害拥入了安全 更丑态百出 记得曾如晨南投报导